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就前段时间了 我们知道暑假之前,现在很多小生出,然后出生高 那么这种父母啊,家长会来问一下孩子的几些案例 那么大家知道,这是我湖南那个客户啊 2012年的,今年就是小生出,刚好就在六年级 这个小生出,我们知道现在不管哪个地方 只要你那个成绩特别好,很多中学都会来内定啊 我们说都会来抢你啊,那么大家知道我的风格 我的每一个视频都是真实的 我从来不会拿一个我不知道的案例啊 那不是我的风格,因为误导了大家 就跟我说的,这五本山的案例,网上有两 对吧,这五本山有两个盘,那到底哪个是他的呢 所以万一你学对了,就看别人的解说法不对 所以盘一定要对,你这个四周都不对 你怎么讲,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例 那么丁火山在沉叶,那么是春天的土啊 那么透出了甲木,那么这个案例是怎么样 这个是三官,那么下面为财 下面为财,那么三官三财 三官三财配印,这就很好了 而且大家看啊,这个观星最妙的在这里 观星正观在这里,三官能刻光吗 根本刻不到,第一记得太远 第二怎么样,这里有个印 在这里把它制住了 你看,观印相称,而且三官坐下又为财 这个案例,这个女孩子,这个小姑娘 这个案例非常好,很流通,很平安 基本上不会啥事,你看 水生木,木生火,活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看到没有,非常的流通 啥都有,而且位置配合得很好 如果物生和假成一换 这个案例完全不一样 啊,格级完全差一个档次 所以各位有些时候,我们说都市观音相称 那为什么,你要看他力量 要看他在哪个位置 所以都是那八个字,明白了吗 好,那么我们看 我们,当然他现在是问我 学业,学业你看第一步答应 他现在是不是在这步的贵毛答应 对吧,今年2012年的嘛 今年是不是啊,12周岁 那么我们看,那么就看流年 今年是不是假成年 我都还没看夜 我都当时多,我都跟他讲 我还没看夜份 我说你放心 我当时开个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孩子读书成绩 一个字,稳 稳字当头 他说王老师真的,非常稳 在班上基本上都是全八名 各位,而且他在的那个学校 是他们湖南,长沙,当地 一个非常好的小学 可以说前,就是前十名 基本上谁发费的好 都不一定 就前十名的成绩都差不多 所以可能五分就已经压了多少人 所以我说这个孩子的成绩非常好 而且很稳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有印嘛,对不对 观印嘛,对不对 而且丁火最喜欢的是甲木 对吧 这个甲木有力量啊 为什么他春天的土啊 春天的土是不是还是木望 你看有两个 大家知道我们伟年有一个吗 是不是甲子甲城 对不对 他甲木就在靠那个城 靠那个子水 所以呢,这个 加上你看他现在找到大雁 是不是贵毛 是不是又有木又有水 然后关键是流年 你看 如果是明年就不利了 今年就非常好了 为什么 甲城啊 各位甲木又套出来了 看到没有 甲木在大雁里面 是不是有毛木 是吧 他自己里面又是有成土 里面又有鱼器 里面有椅木嘛 又是春天的土 所以我说你放心 你的孩子绝对今年没问题 他说 后面过了 应该是过了 我看他是 他是考试之前半个 半个月跟我讲的 就是放假之前半个月 然后 应该是我看 应该是前十天左右 给我报喜了 所以我才给大家看 他说王老师 选上了 而且这个 而且那个学校 在他们班上就写了三个学生 他就是其中之一 我也心里很高兴 所以当然 父母的培养也很重要 当然的孩子的天赋也很重要 当然在这里讲 并不是读书 就是唯一唯一的出息 就是说 那又会读书 那不是更好啊 是还不是 那么他是问到这方面 每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的 每个人都有造化 就像我自己 对吧 几个孩子 看有人成绩好 有人成绩不好 很正常 因为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 对吧 就像我自己 本来是在家里 当公务员 当老师的 后面我也没来 然后去打工 做生意 进入这个行业 对吧 那有很多啊 你看我们中国有很多 这样我们的马爷 以前也是当老师的 后面就创业 所以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 不要不一定要 就逼他死读书 逼极了不好 好吧 那么这个案例 而且你看这个案例 以后很不错的 这个你看 下一步走任营大印 27岁之前 我跟他讲 我说这个孩子 27岁之前多读书 读个博士都无所谓 你看他成绩会很好啊 是吧 看到没有 你看任营更厉害 任营比贵马还好 因为什么 甲木的强根嘛 而且这个孩子 你看任贵司卯天衣贵人 甲木刚建牛羊 而且你看 有业德天德 非常好 好吧 那恭喜这家人 好 我们这个案例 这是讲学的 就讲到这里 谢谢 这部计划